欢迎来到瑞乌车机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三台都是黑色的车子 我们今天要讲其实就是犀牛皮 犀牛皮货益最多就是黑色的车子 怎么说呢 黑色车子是车漆里面最难顾的车漆之一 非黑及白嘛 白色的人就会觉得 白车难顾啊 以下都容易脏 但其实真正难顾的 我个人认为是黑车 黑车它的细纹是很容易产生的 是因为它产生的对比 其实远远看过来一台黑色的车子 如果它是有整理的 你就会看到它 黑金黑金 非常的亮 那如果是一台年久失修 就是没有什么整理的黑色车漆 你看起来就是雾黑雾黑的 仔细一看它 全车都是很明显的太阳纹 那这个状况就是一定要去大美容小美容嘛 那是做很多的车漆整理啊 抛光啊 那都是对黑车的一种负担 那偏偏黑车就是生意的门头嘛 出去我们就是要 黑金黑金 这个时候呢 犀牛皮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啦 我们从第一台开始 TQS 它整理设计啦 其实就是一台非常商业的电动修旅车 然后它又是一个比较大型七人座哦 它的搭配其实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黑化 它会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东西 像是镀铬剑 它有那些银色的四条 侧踏板 属于宾室很典雅的风格啦 那再加上我们的新牛皮 这次选用的是Ultra Fit XP Crystal的系列 主打高光泽加上高泼水 很适合黑车的犀牛皮 这一台车的颜色是钥匙黑 它一样也是有车漆的银粉在 但是它银粉非常的细 整体来看是非常素黑的 钢琴黑的颜色 很绅士的车管 这是我们的EQS的部分 好接下来我们往旁边走 运动的代表 RS6 Performers 那这台RS6 Performers 它的车漆是极尽黑啊 特殊的选配色 这个选配色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你从一个角度去看 它会感觉是一台深蓝色的车子 但是它打底的整个漆着黑色的 金粉反光的时候 你会感觉 所以有点带一点蓝色 它的镀刻键 铝圈 所有可以看到一致的地方 全部都黑化 AXPBM A Pro系列 比较高阶的 厚度的高低差去修饰它 一样有高泼水 自修复 应该有的功能都会有 这就是在这台车上施工的部分 下一台 综合两件事情啊 运动与典雅于一身啊 刚好这两台车的中间 从镀刻条去看 它并没有完全的黑化 它有一截 AX的标志性设计语言 消光晶的镀刻窗框边 前面的电动车机的水箱罩 它的颜色是蓝宝石黑 那蓝色的呢 也有 它蓝色金粉就没有像 RS6这台做的这么大颗啊 所以它黑色是 在三者之中 属于比较浅的 那当然啦 也是因为它有一点层次感在 那它使用了像 XPPF的X系列 属于K系列再上去的中阶款 中阶 高阶 进口 到底 我应该要贴哪一款 其实老实说 在我的立场 只要是正常的犀牛皮 贴下去那一刻 已经覆盖掉你车上 百分之八九十的细纹了 只有 比较明显的伤是盖不掉的 所以实际呢 贴出来的效果 都不会太差 那很多人会说 那我贴最便宜的就好啦 我也不会否定你 老实说犀牛皮 其实是消耗贴 时间到的年限 你一定要拉掉 多久要拉掉 而你可能全室外 你可能半室外 而你可能是极端环境 每个人使用的状况不一样 就没办法去界定 你到底多久要死掉 任何的开销选择 只要符合你的需求 你的预算 那就是适合你的新牛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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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